西尼亞州里奇蒙动物园的猴毛猩猩左依很忧郁 因为刚生下宝宝的他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哺乳 原方决定找来人类妈妈亲身示范 有四个月大儿子的动保员纳特 亦不容辞接下任务 其实这不是左依第一次生小孩 两年前生下投胎原方就发现左依缺乏母性本能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付眼前的新生儿 这家动物园的园长好崩溃 只好自己当起奶爸 照顾左依的宝宝整整八个月 甚至背着宝宝上教堂 结果左依怀第二胎让原方如临大敌 提前在左依的栅栏外放电视荧幕 播放如何当妈教学影片 还时不时在户外栅栏让保育员抱着填充玩具 走来走去做示范 但找来真妈不入教学 还是破天荒头一次 这一招真的见笑 不到24小时左依毛色顿开 第一次把儿子涌入怀中喂奶 还走到哪抱到哪 不再把宝宝当作汽水罐把玩 30新闻综合报导 不像这样一样再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